我覺得開車門是必要的 對 男生真的是有必要去開車門 因為我就有遇過 結果老婆可能要下車的時候 我的車門就 沒有 他就沒有注意到旁邊有 邊邊有東西 你真好奇怪 很愛動我們的車門 所以我就真的會下車 然後幫他開車門 小心翼翼在顧那個車 就去汽車美人 那你為什麼離那麼近 那幹嘛離那麼近 是你們停太近了 就是好 你是真的是會來不及講說 外面有東西 然後你就直接開了 你要習慣 像我自己偶爾做副駕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都是慢慢的 我也是小心翼翼的這樣 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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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們還是有啊 女生都是這樣 啪 真的... 因為要愛誰要自己的車 迷迷藏那個敲壞後的車 真的喔 而且因為我真的就這樣子開 然後誰知道旁邊真的有個蹲 什麼誰知道 你知道嗎 你先幹一下 這些都是不好的習慣 然後後來我老公很生氣喔 他就直接傳了一個什麼 網路 有這種事 我真的教學 他說那個聲音關車門 還會有一個 是輕的卡 然後的聲音 然後說你以後就要用這個聲音分貝 我不能這樣甩 然後後來有一次我錯 玉琳哥的車 他竟然叫我大力的甩 因為說 明明那個車門沒有關好 因為有的歐系的車 車門很重 他會比較重 對... 這個我知道 但你可以輕輕開 沒有 而且女生都有 有一次我開車 我老婆坐我旁邊 我女兒坐我後面 怎麼有辦法 我車停路邊 那我女兒從後座下車撞到 小孩子我就忍耐嘛 他啪的一聲 我老婆沒有聽見說 哎唷 演員怎麼這樣 換她下去 啪 有遺傳的啦 這真的不知道為什麼耶 好奇怪喔 而且不只喔 我覺得車子太多可以講 有時候煞車的時候 你會多少會幫她護一下 這個很棒耶 我覺得也要看階段 我覺得真的要看階段 因為有分就是曖昧的階段 有的女生剛認識 對 剛認識以後 剛好就弄到這麼要是會 因為有時候真的會拿捏不準 我跟你講 這不是一巴掌 就是一輩子 對 前面是安全氣囊 後面也是安全氣囊 就是這樣會很尷尬 對 然後有時候 有時候像老婆的時候 你有時候真的會來不及殺 就會變成這樣 對 你這 力道沒拿捏好 他會是有一個年紀上的 對 區別啦 你 gun手 你給我 你還沒吃